大家好,我是Tina 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产品部的Susan 来一起给大家带来新品早知道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充满美感的 艾多美美农厨房刀具 是日本原产的 其实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日式的刀具 我也特别期待我们这次的新的产品 艾多美美农刀具 是艾多美和具有110年传统的 日本世界级的刀具名企 背印合作的杰作 艾多美美农厨房刀具 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款刀具的时候 我就被它精美的设计给吸引了 那么Susan能关于这个日本的背印 能多给我们介绍一些吗 背印是日本制造厨房用品 T恤刀 医疗器械等的全球性刀具企业 它占据日本国内市场的 将近50%的份额 质量卓越 是一家成功进入美国 欧洲和11个亚洲国家的全球性公司 好的 那我们了解了背印公司 就忍不住让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产品 美农刀具和咱们的中国传统菜刀比较起来 中国的传统菜刀 体型和重量都偏大 使用起来比较累又不方便 咱们这套美农的日式刀具呢 就轻便的多了 产品的净重只是130多克 你拿起来试试看 哇塞 真的是特别的轻便了 不仅是男士 平时我们女士在使用的时候 也会非常的方便 对 这个这套刀具呢 就更适合女士使用了 而且这套刀具是在高碳不锈钢里面 加入了适当比例的木和帆 刀刃呢特别的锋利 而且非常容易处理食材 那用起来应该会非常的方便 然后请苏赞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美农刀是日本匠人手工制作的刀刃 采用了独特的热处理技术 能够保持持久的锋利 难怪俗话说好钢都要用在刀刃上 那听完了你的介绍 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用一下 我可以试用一下吗 当然可以用它来切青椒试试 好的 那我就用这把刀来切一下这个彩椒 当时其实我在使用的时候 觉得它非常的锋利 毫无费力的就可以把这个青椒给切下来 你再切两下再试试看 感受一下它的脆手 用起来真的是毫无费劲 特别好是吧 对 你再用这把小厨刀 尖刀切肉试试看 好的 我来切一下这块肉 那其实平时我们在使用这个刀的时候 来切肉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对肉是比较不好切的 对 那用这把刀试试看 怎么样 但其实这把刀在切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非常的锋利 它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很薄的肉片给切下来 对吧切成薄 我看你切这个肉片都比较薄 对吧 对 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就可以把肉给分离下来 我刚才在试用的时候发现 它这个手柄握起来非常的舒适 说起这个手柄啊 我要告诉大家 这套刀具是由日本背印和爱多美共同设计的 这种不锈钢一体式刀身 更卫生 更时尚 而且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 更适合我们的手型 非常容易握取 美农刀具不同于背印其他品牌 您在所有的商超和购物平台 是看不见美农刀具的身影的 美农刀具专供爱多美 只有在爱多美您才能购买到美农刀具 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很多关于材质的问题 那么工艺方面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介绍的吗 这套刀具呢 是日本工匠手工开刃的 先后经历切削加工 砂轮打磨和三次钻打工序完成的 由工匠们手工制作的刀刃非常锋利 烹调时处理食材毫不费力 听起来比较复杂 一句话给大家概括 就是最锋利又耐磨 其实我刚才在试用的时候 也发现它有两把不同的款式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应该具体怎么区分呢 好 这把尖刀呢 是叫小厨刀 刀尖是窄刀片的形状 刀尖特别的锋利 主要用来切肉和处理鱼类等坚硬的食材 那这把方形的 这把叫做蔬菜刀 刀面成方形 刀刃较较宽 主要用来切菜的 其实也很容易记住 方的是更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菜刀 可以用来切菜 而这种尖刀呢 它可以处理一些肉类和鱼类 对 那么这么好的刀 平时我们要怎么对它进行保养和使用呢 在这里啊 我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首先 请大家使用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刀刃非常的锋利 而且千万不要让小孩子玩耍 其次呢 刀具是需要保养的 不锈钢的刀具虽说不容易生锈 却不是完全不生锈的 由于刀具使用过程中会接触盐分 水分和酸等成分 这些成分呢 遇到空气就会氧化 因此啊 我们必须把这些成分都去除掉 才能防止生锈 所以每次刀具使用之后 请一定要养成清洗菜刀和案板的好习惯 好 那我们刚刚介绍完了刀具 接下来还有什么产品呢 嗯 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 爱多美美农多用剪 这把剪刀呢 也是由日本备印生产的 那咱们平时做饭的时候 是不是会经常会剪生肉 处理鱼肉这些食材呢 对啊 每次处理这些生鲜类的 像鱼和虾之类的食材的时候 都特别的费劲 对 所以但是不用担心 现在有了这把多用剪刀呢 我们一把剪刀就全部都搞定了 为了处理食材更加的方便啊 背印在制作剪刀的时候 特意加长了刀刃 而且做成了这种锯齿状的刀体 这样呢 保证在稳妥的处理食材的同时 又不容易打滑 加上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手柄 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舒适 你来使用试试看 好的 那我们平时在刀屑处理不方便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剪刀了 对 它们完全可以做一个补充的使用 咱们一般的剪刀产品是不能拆分的 对吧 提那你仔细看一看我们的产品 哇塞 我们这款剪刀是可以拆分的 而这把剪刀最大的特点呢 它就可以拆分 这种方式啊 非常方便我们清洗 而且更加的卫生 而且这种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呢 左右手是随时可以切换使用的 你用右手用用看 你用左手用用看 果然左右手 对 左右手用起来都非常的舒适 是的 另外有几个重要事项 还请大家多注意哦 好的 咱们的刀具和剪刀是用来做料理产品的 请千万不要在其他场合使用哦 而且清洗时候啊 千万要小心刀刃 注意安全 不要弄伤了自己 另外 请不要火烤 不要靠近火源 最最重要的是 请妥善保管 一定不要让家里的宝贝们接触到哦 好的 谢谢我们苏珊的分享 那我们这款美农刀 大概什么时候会上市销售呢 我们的美农刀预计在九月中旬之后 中秋节之前上市 这次啊 我们的美农刀是限量测绘共用哦 如果你想大展身手 请使用爱多美美农刀吧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想必大家也一定会跟我一样 想跟家人一起其乐融融 做一桌好菜来招待亲朋好友 那我们今天的新品早知道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